其实我不太接受Charlie的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而且他那么优秀 觉得他还挺实 觉得这些人肯定没有安全感 我倒希望找一个就很普通的人 过很普通的日子还挺好 是不是因为当时单方面公布恋情 因为我觉得其实单方面公布恋情 还是属于一种自卑的做怪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不愿意说这些事情 是觉得我不够好之类的 反正我觉得也是肯定是某种原因 想让自己去证明按摩跟他在一起 就是想提高自己的自信或者是这样的 当时我就觉得说 那可能真的是自己不好看 所以我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对自己很自卑 我青春期发福 我满脸长青春痘 没人找我拍戏 就那时候你懂那种感觉 就是全国人民都认识你 大家觉得你 你是小童星 但是你拍不到戏 没有人找你 然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 你长得丑 你长得很胖 你没有什么前途 就算了吧 就在一段时期内 我是特别的压抑 然后特别的没有人死 在那段时间 因为可能 那个时候不懂老师说的话 现在的我可能 这两年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我有自卑的时候 我有不自卑的时候 我有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人心 可能要推出的时候 可能这几句话一直在我身边 想说着说 我是一种不同的 我是艺术家 我们是天才 这么多年 我就是对这种感情 真的是很认真 然后呢 我就觉得就是 如果说我不拍拥抱的戏 不拍本戏 也是只跟真看拍戏 然后我觉得 一直这样子做 我会有没有很早的结婚 要生小孩之后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他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然后他觉得 还可以给我更好的 但是我在这个期间 我觉得自己却变得 越来越不自信 会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远 对 然后自己就开始去 做一些 去整容啊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说 很多说 没有以前清纯啊之类的 我觉得 哎 那这个整容真的是需要 很谨慎的去做的 对 然后也是想办法 哎 怎么能让他 变回以前 对 也去 我觉得 也去接受 大家对我的评价 对 然后也去接受 感情上面 就慢慢成长的事情 他为什么能来 他爸是台长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 是全来的 一个都没有 没有 如果有一个的话 像我这种人 有一个我也能记得住 我就是那种 我一个人把火灯冰出来 击半辈子 但真的一个都没有 有很多人就说 欣欣我是看大明 喜欢上你的 我都不会 开玩笑的 我说大明你看得着我吗 哈哈哈哈 去哪儿都照不到我呀 就比如说 我们五个人走出来 每次开场走出来 然后大家就还 就像何老师 有一个人 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 佳哥 海涛 让我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失败 人生怎么能这么丧 惨大吗 这种地步 然后我说话我也不抬头 在那场上 就现在会看大家 我想我也不会这样 然后笑在那里 一个个笑 有一年 台里的跨年晚会 就是因为时长超时了 然后就把我的节目拿下去 但是问题是 只拿掉了 所有主持人都有 只拿掉了我的 大功夫 为什么别人都不拿 只拿你的呢 你就是最差的 你是能被拿掉的那个 最差的 打击是致命的 我整晚吧就是 就这样 别人表演节目 就下个哭 然后补完胀之后 再上去到下一个中 那年就很惨 唉 唉 我觉得我跟他的比一下 não 打你皮皮剩的学 不是这种成了 我就是打你自私过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自私 以前我超自卑的 就是我只在剧场拍戏 我连宣传都不去 因为为什么 我怕穿礼服 我怕穿高歌鞋 人家跟我说一句话 我脸会红 其实我是这样的性格 真的 真的我不骗你 我见到陌生人 或者讲老师 就拐弯的那种 但后来我一天 我就觉得不能自卑 我就是要自信 因为我自卑的时候 这些人不爱我 还是不爱我 对 是 我真的是从自信 变到自卑的 因为如果一直是这样的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背 我有两三年的时间 每次定我演女 好的头一个星期都被还 而且好几副戏都是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依旧觉得 我几年以后 又是一条 又是一条 那时候就 然后我就说 不行 我得回家中彩 那时候就觉得 是你们没演过 你们等着 所以几年以后 没有联系我 让我去演女医 哇 那个态度 你真的就是 从以前根本不理 到现在就求着你 我就会觉得 那个时候坚持是对的 你就是要熬过就给你 你一定要熬 这有什么可安慰的 那被砍就是被砍了 那是从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那我所有事业上的转变 都是从那开始 所以回头看 那个是一个不好的经历 但也不是完全的坏事 反正现在慢慢慢慢地吧 好像从那个不自信的魔咒中 走出来了一些些 就是你把自己原来的优越感 都埋到了谷底 都被打到了尘埃里 然后你会迎来人生中 另一个反弹 但你没有想到 太多的女孩子 就会像你当年那样 她们可能是在职场 在任何地方 那我就特别想 这样 你是走过来了吗 你会告诉她们什么呢 我觉得一般大家都会说 要坚持 要努力 其实现在想想 当你身处那个环境的时候 这些话真的都没什么用 但是最关键能支撑我的 就是你要有那口气 就是这个气不能散 为什么我就是不行 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中 我就是找不到定位 怎么其他四个人都能找到 怎么就我不行 一共就五个人 又不是说五百个人 把所有的定位都占了 怎么就是不行 你一定要自己找这个方法 我哪怕说 先要去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我也要先从这个突破口 找进去 一定要先克服自己心理内关 然后在你极度不自信 在你极度不自信的时候 你也不能把这个气散掉 你可以补自己 你可以看不起自己 可以任何人 但是你就是要一口气在心里 对 我要为你鼓掌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阿弥陀佛